各位观众朋友我是中尾 带你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这两天我们台湾持续都是在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之下 天气比较晴朗稳定 连午后雷震雨发生的几率也明显减少 而且云量很少天气很热 紫外线都是固量到危险等级 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 另外中午前后也要尽量避免外出 另外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要防晒 我们从外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的太平洋高压比昨天还要再更增强一些 往西边延伸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那么在整个太平洋高压的笼罩范围之内 都是沉降气流 会抑制了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所以这几天的午后热对流 可以说趋势是稍微的减缓一些 几乎都不太会下午后雷震雨了 那么目前封面云溪的位置是在比较偏北边 在长江流域到日本这附近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当地的话 要特别注意 现在是梅雨季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情况 也会持续新的震雨 另外风速可能也会比较强 要注意这个航班 飞机的航班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几乎没有下什么雨 去外几天的天气预计到明天 礼拜四之前都会是跟今天比较类似的天气 都是太平洋高压比较明显偏强的情况 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 北部将会有一波风雨气逐渐南下 接近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虽然目前看起来是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但是我们北部的云量会有稍微变多 而且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到礼拜六 礼拜天太平洋高压也会稍微减弱 我们团队附近的水系量会稍微增加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也会明显增加 所以提醒大家 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 这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 会比较容易有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起来 如果规划一些外出行程要多加注意 那么明后两天的话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是相对来说 比较偏低就有山区或局部短暂的 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但是南部的沿海地区要注意 在清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礼拜五也是类似的情形 到礼拜六午后雷震雨 整个下雨的情况会稍微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了 来看一下在风的部分 这两天持续都是吹了一点偏 东南风有些西南风 风处比较强的地方 在我们台湾海峡的北部海面 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特别注意 另外看一下在这个外景天的天气跟温度 预计礼拜五之前阳光会比较明显 降雨几率会比较偏低 但是礼拜五的午后会变得云量比较增加 礼拜六跟礼拜天 雨量比较偏多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也会明显上升来到40% 低温大约是26到27度 中午高温还是比较偏热 有34到36度 尤其是都会的这个盆地的地形 会更闷热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在南部的天气的话 预计到礼拜天之前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从礼拜五开始下雨的几率会有比较明显增加 低温大约是28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 所以这几天的天气重点要提醒大家 持续是比较清朗炎热 要记得补充水分以及注意防晒 礼拜五开始 风明云西会慢慢的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 那么这个端午节的三天连续假期 各地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